好那当然其实我们常讲说 胰脏呢当然它有一些危险的因子存在了 那当然有一些所谓的饮食上面的一些习惯 生活上面的一些习惯 常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的人 其实他对于胰脏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小心来请教一下 我们小时候通常讲说泡面 这种腌制类的东西 泡面这是一个胰脏的一个危险因子 所以就是加工的 特别是泡面的东西 我常常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里面要放调味包的分量 要放得那么重 有些小孩子或是年轻人不懂 他全部放下去口味吃得很重 那不行 这个是对胰脏的一个负荷 因为它增加它一个消化的负担 所以其实我们比方说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迷思 刚刚讲到泡面 那很多人在讲说 泡面是不是面体本身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主要是它的那个调味包 是这样吗 面体当然也有分油炸跟非油炸 油炸的话 其实它比较容易让食物变性 是 所以有些泡面 或者有些面 它也会强调说它是非油炸的 那至于它的调味料 通常调味料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新鲜的食材 没错 它去经过手续 就不同的加工的手续 最后凭成调味包 对不对 我常常对讲爱吃辣的人说 你吃新鲜的辣椒可以 对 你吃辣椒酱的话 你就要考虑考虑 OK 好 然后再来 一些肉类 肉类的话当然是说 吃太多的肉类才会 或者是你的肉类是 不正常的烹调方式做出来的 是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点正义的 就是咖啡 少量咖啡应该是OK的 对 那大量的咖啡曾经被研究过说 它可能跟胰胀有关 可能 因为胰胀它一直都是属于一个 跟它的相关因子 并不是很明确的被认知 所以只能说大量的咖啡 可能不太好 对对对 所以 有人说续酒啦 也有人续咖啡啦 所以要劝大家不要太续咖啡就是了 因为现在人好爱喝咖啡 然后就是超商啊 几点啊 然后就是可以换东西啊 然后现在又有分什么 礼拜几去的时候 买一又送一啊 是不是 然后几折对不对 那么当然我们必须讲 咖啡其实可以喝 但是其实不要过量 所谓的不要过量 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杯子 一天不能超过两杯 好不好 就是基本上一杯 其实如果两天一杯啦 哪加艾莉莓 不要加糖 也不要加奶精 尤其是奶精喔 那个所谓的凡是脂肪 你可以加鲜奶没关系 但不要加奶精 然后酒更不用讲了 酒精呢 它同时会引发很多器官的问题 对 那对胰脏也是 不是只有胰脏癌 它甚至对胰脏的发炎 也是一个直接的作用 因为高酒精的人 通常它的三酸钢油脂会比较高 那三酸钢油脂高到八百或一千以上 它很有可能造成急性的胰脏炎 是 所以很多酗酒的人 他常常会发生半夜肚子痛 去诊断都是急性的胰脏炎 对 那急性的胰脏炎 其实很危险耶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 死亡率很高的一个 的急性的发炎问题 更别说胰脏炎 或者是慢性胰脏炎 它也是胰脏癌的一个 前端 对 它也是它的危险因子 所以来 爱喝酒的 贪杯的朋友拜托一下 小酌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狂饮真的就不太建议了 因为不仅仅伤你的胰脏 而且你的肝脏 可能也真的就坏掉了 对吧